刘湘慈闪电请辞新兵进行曲的主持棒 痛失每个月60万收入 本月初刘湘慈才被一周刊报导 和王洪恩恋情玩玩 隔天就是新兵进行曲的录影 他索性请假落跑 找来好姐妹王瞳代班 不过据了解刘湘慈这一走就不回来了 等于为了甩匪文闪电请辞 放弃一集三万元的主持收入 连和他一起主持的艾成林道远都超惊讶 当下其实我们是真的很舍不得相信 其实因为刚好之前我们也拍了 在一起拍了一年多 一年八个月 一年八个月 最久 对对对 我们从一开始到最后面 对而且到最后一起搭乱主持 其实已经培养出一定的默契 实际上也真的很熟的感觉 听到就是闪电请辞有那个吗 有当然是我们都很激压 不知道真正的原因 不知道真正的原因 其实我们就是抱着祝福 其实我们不知道真的原因是怎么样 那就是如果是他进点或是公司的决定 那我们其实都是祝福了他的 其实现在他的不见并不代表他还不会出现 其实很多都是有很多是阶段性的任务 其实他在综艺节目总是扮演花瓶角色 虽然请辞原因官方说法是 他即将接演连阵英雄 一边还要拍新兵日记之特战英雄 恐怕没时间主持 但刚好在周刊报导后请辞 人又待在南部拍戏 为了撇话题 连钱都不要赚 也算是非常看得开 一天树梦亭采访报导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